婚前同居的危害 婚前同居在现代社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一份针对上海市18至49岁常住人群的调查显示 80后婚前同居比例高达45% 同时数据也显示 80后的合计离婚率达到20%到30% 可以看到 80后的同居比例和离婚率都是相当高的 那么这两个数据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相关的研究 国外研究发现 先同居再结婚的夫妻 其婚后遭遇外遇 酗酒吸毒等种种问题的比率 比一般夫妻更高 美国权威家庭暴力机构也发现 同居关系中的暴力 比婚姻关系中来得多 同居伴侣间 有暴力问题的比例是夫妻的两倍 其中有严重暴力问题的比率 则是已婚人士的五倍 在同居关系中 女性罹患忧郁症的比例是已婚女人的五倍 事实上 在有忧郁症困扰的人口中 同居女性高居第二 仅次于离婚两次以上的女人 同居人士患有心理疾病的比例 则是所有已婚人士的两倍 事实上 同居关系也的确比较不稳固 美国通过全国性的调查发现 同居男人偷吃的比率 比一般丈夫多四倍 虽然平均而言 女人发生不忠行为的比例较男人低 但女性在同居关系中出轨的比例 仍然比已婚女人高八倍 许多拥护试婚的人士 最主要的论点就是 婚前先尝试一段时间 有助于彼此适应 并可提高日后婚姻的成功率 不幸的是 这只是一个妄想 调查发现 同居过的夫妻 其离婚率比一般夫妻高出百分之五十 研究也发现 高达百分之四十的伴侣 同居之后根本不会结婚 同居情侣有百分之八十的分手几率 其中百分之四十 还没步上红毯就先分手了 另外百分之四十 会在十年内离婚 可见 拥护试婚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 为什么 婚前同居的人 会有这么不好的后果呢 我们知道 邪淫是最损福报的行为之一 所谓万恶淫为首 邪淫是很严重的败德行为 而且天道破 淫最速最重 我们一旦犯了邪淫 报应会来得很快 除了导致事业失败之外 还会严重地损耗我们婚姻方面的福报 令我们的婚姻不幸 而未婚同居属于邪淫 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 像上面说的 家庭暴力 出轨 忧郁症等等 而且同居的情侣 有八成的分手几率 大部分是无法白头到老的 可以说 一旦婚前同居 就差不多已经和幸福的婚姻 说再见了 大家在这个问题上 一定要注意啊 阿弥陀佛